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測試的是開箱文 開箱文沒錯 開什麼箱 這個赫拉迪姆 寶代福箱 寶箱 現在來為大家測試 測試的關卡是 這個冒險模式的第一大關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 選順便快滿了如果滿的話我如果在一般劇情模式好像是撿不起來 那撿不起來肯定是不能再來這邊 消費嘛所以我選擇來這個地方開我的這個寶箱 現在來為大家測試啊 一次全開啊 為什麼完全沒有光 看起來是沒光 我們要保持不屈不腦的精神 繼續開 來 所謂的悲劇莫過於此吧我想 嗯 好 呵呵呵 先把我選順便撿起來 唉唷 既然還 不足500 那既然悲劇到底了我們就 這個 這些東西來撿一下 為什麼完全沒裝備 喔有啦 只是不是很多啊 奇怪整個地板上都是然後 然後 明早上已經顯示不出來了有點被我弄壞掉了 搞不好裡面有有有傳奇的 但其實只是顯示不出來而已 是這樣嗎 太悲劇了吧 我是滿了是不是 欸 沒事 可能一個地方疊得太多東西了 好像有誇張到了 看撿一撿等一下會不會發光 因為它疊在上面了可能沒辦法發光這樣 我帶不了更多東西了 太誇張 等一下是被我弄到壞掉 我連路都走不過去 太誇張了吧 好啊 我在上次挖礦時 發現了幾樣有趣的東西 你應該看看 好啊 好啊 這樣這邊整理裝備要讓你花時間 把它全部塞進去 因為是開太多寶箱 其實它搞不好有發光啊 其實它搞不好有發光啊 只是我們我們因為塞太多了 有沒有 然後那個光發不出來 可是地圖上沒看到星星啊 開這麼多個還 連連連連一個 一個傳奇都沒有 也是有點誇張 發光 發光一下吧 我可以原諒你的 當機的狀況發生 我開始顯示出來了 看起來好像真的沒有 我撿不動 一點開放 把東西撿完了 其實這不應該找這個地點 哇 全部撿完 真的沒有耶 太悲劇了 悲劇的開箱文 悲劇了悲劇 所以還是算了 不要學我這樣開好了 那個 好像這個吊寶率沒有特別那個提升 以上非常悲劇的一個開箱文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拜拜